嗨 馨宇你好 嗨 你好 我叫阮馨宇 是越南接来台湾 是以前是来当看抗的 才认识老公的 有生两个女儿 你越南那边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 还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 有一个两个姐姐接来这边 所以你是第三个也接来台湾 是啊 你那时候为什么决定来台湾工作 家里跑想来帮忙家里上班 赚钱才认识老公才结婚 那时候认识老公 你怎么样想决定要嫁给他 上班年年一样有认识 一样住隔壁的 老公认识好了 一样我二十几岁 一样熄悉结婚 就认识完觉得不错就结婚了 是因为你姐姐也不错 所以你也会想嫁来台湾 大姐姐一样住户居而已 接户居而已 所以这样等于你对台湾本来就蛮熟悉的 大姐先结婚来 后来结婚后你大概有做过哪些工作 我有去上班一年 在工厂大概上班一年 好出来开面摊 开面摊差不多十几年了 卖那个一样十几年 那面摊这个东西是你在越南本来就会 还是来台湾学的 我在越南是有开 开过也是卖北台湾没有那么多样 吃比较少 你本来就做吃的 很多新住民来台湾都是卖越南的家乡菜 那为什么你选择台湾的中式的牛肉面水饺 我感觉我比较喜欢卖台湾的东西 比较单纯 还有越南的比较不喜欢那种 我喜欢卖台湾的东西 所以你这样子有重新在 学台湾的这些料理吗 有啊我来台湾是台湾料理是来台湾学的 以前是红烧牛肉面 现在我是招牌是红烧牛肉面 入港加乡牛肉面 是我自己发明的 牛肉面其实很多人在卖 可是你的牛肉是比较算特别的 是那个跟台湾比较一点不一样 台湾是一点是黑色的那个汤头 我们是那个红色的 一样红烧那种 有红萝卜有白萝卜这样配 我看你的汤头也是特别熬的对不对 对啊我是熬好去搂好 红萝卜什么才进去熬 还有洋葱这样子熬出来的 所以这样讲其实你的东西其实它分量够 那其实味道也不错 那比较扎实东西也比较好 对啊等于固定是一天卖多少没有 就好了就没有说到明天才那个 固定是一天卖一锅大这样子 那你这样子也等于开店好几年 那中间有没有一些配合客人 然后做一些调整 卖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会不会 台湾是固定的还好 是我一样店里面很多 很多种给客人那个选择哦 有吃饭啊有面有饭 有客人还好有水饺 你这样卖很多 可是你一个人会不会有时候 用餐的时候就比较忙不过来 诶客人认识哦 知道我一个人忙哦 他OK他要等 哦所以客人都老客人 都是上课都是很久了 客人认识知道我一个人哦 他会等元一等 那为什么后来在鹿港这边开店 诶台湾我结婚啦一样十几年哦 一样是 一样是家庭一样不好 我才说 因为离婚出来 带一个小孩出来 自己一人分一个啦 嫌囊是搭女儿我是小的 自己养那个小女儿 我想说去上班嘛 上班也是那个时候小孩很小嘛 没办法带工厂啊 啊台湾朋友嘛 一样是 一样是 给我贵人啦 很好啦 给我不要啦 那你什么可以顾小孩 啊我真的是 不好没办法这样子嘛 啊我说好啦 出来 自己带小孩出来 自己养 真的 没有钱 真的那个人是恩人啦 我说你是开啦 我问两个小孩 给你借钱啦 看你开个店多少钱 我给你借啦 慢慢的玩啦 那这样子才开起来 不然我想去工厂啊 说工厂呢 小孩子还读 看一年级嘛 还有读半天而已 什么可以借小孩 去找一个店面小小的 自己 开自己 雇小孩自己这样子 哦 就是你本来想要去工作 可是无法兼顾小孩 那就你的有个好朋友 借钱让你开店 对啊台湾人 对啊 可是在鹿港吃的非常竞争 你知道鹿港这个鼓都 它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对啊 我是一样是辛苦来的 要很久了 我在鹿港开 生起来快五年了 是别的地方 以前的是卖十几年 是来鹿港 开快五年 现在是来那边 刚才你来吃的是新家 我来差不多快一个月 以前别的地方卖快 快五年 四年七个月 所以后来才移来这里 刚好房东他说他自己要开啊 老公好去找 有别的地方 那现在这边生意比较好 还是上一个地方 现在啊 那边生意比以前更好 哦 这个位置比较好 对啊 不知道是好停车 还怎么样 客人比嫌多 而且我看很多外带客 对不对 都是附近的人 因为你东西卖得多啊 对啊 还是相当是大部分是常客 我以前说找不到 地方要移嘛 我说我想去上班 你知道很多客人不要 说你不 这样真的很那个小不得啦 啊你去 我们是习惯了 你休息我们那个 啊 我就说好 要尽量去找附近的 我以前那个在外面那条路而已 现在移去后面 我很怕 我怕当天去后面没有客人 你知道 我很担心啊 啊 客人说不是啦 你走很窄了 别近啦 现在是我搬去 9月15号嘛 现在是快一个月了嘛 我感觉还OK啦 是 哦你9月15号又移过一次哦 9月15号移过新的 刚才你来一次那边 哦那才一个多月 但是你的老客人还是找过来吗 有 都什么都有来找我 有新的也很多 大家习惯你的味道 是啊 我也很高兴耶 一样很多人喜欢这种的味道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每一天 大概要做什么事情 几点开始准备 我早上 载小孩去上课 我来差不多 7点半快8点嘛 跑去菜市场嘛 选一些菜嘛 然后回去店准备 我们11点卖嘛 好到卖差不多到3点才休息 准备去看你要做一点什么 快4点要去接小孩 5点还开到8点 晚上8点 哦 所以你这样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 而且中间还要接送小孩 是啊 不到我一个人而已啊 没办法 你觉得你小孩会不会很贴心啊 就是比较能够了解妈妈的辛苦 呃 是会啦 也是小孩子还还生活小 有好比 没那么懂事啦 我小时候是我们比较懂事 就是会帮忙 那这些小孩子比较 台湾比较少 小孩哈 比较疼 有好教他会做 不可能自动跟我们以前一样 欸 姑妹妹 我们越南我小时候 会姑妹妹什么什么 很辛苦 也是不可以比啊 以前我们时代 跟现在时代不一样啊 嗯 会啦 他一样会帮忙 有好说啊 妈妈很忙 你帮忙说完 他什么他会 嗯 前几年疫情 你是不是也很多年没有回院 最近有回去吗 我接来十几年 我回去三次而已 哈哈 对啊 我五六年前回去啊 到现在还没回去 现在还没回去 对啊 到现在开店我一个人而已嘛 啊休息呢 要休息一样 一两礼拜 租金要付啊 租金要付啊 那我不敢休息啊 对啊 会不会想回去啊 会不会想回去啊 想啦 也是现在那段啊 我刚搬新的店 一样开一些钱啊 我说一段时间看看啊 会想啦 一样什么不会想 自己的会啊 你以前有带小孩回去吗 有有带过两次 有带过两次 有 那个时候 老大跟小的 小的 小女儿还小 带我去两次 有带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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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很久 一样没有回去越南嘛 一样游后去越南 我一样忘记怎么讲 你知道 忘记越南话怎么讲 那你不会想说 以后等他长大 搞不好他可能 会跟你回越南发展 所以先把母语教好 诶 我感觉真的是想 不是说 我是越南人 想越南的吗 在台湾齁 比较好 越南这边齁 一样 发展这样 太多人齁 比较不好那个 你就习惯台湾的生活 对 我姐姐说 住台湾十几年 在台湾生活习惯 而且你现在还会讲台语 是因为也是做生意吗 对 应该是做生意十几年 有一些那个阿伯 什么老老的那个阿伯 一样讲台语 有后会 所以已经很习惯台湾的生活 对 我妈有后想说 你现在一个人跟你而已 不改天你回去越南 我说不习惯 我想住台湾 其实回去越南比较热 我们是歇天而已 没有冬天 我是南越 没有冬天 是北越是有歇天 我是南越 胡志明市 都是歇天的 更热 对 跟台湾比起 7月到30几度 快40度很热 所以你现在回去也不习惯 对啊 也是住台湾太久 稍快20年习惯了 回家生活了 回去不下 煮不下 是回去完一个礼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还OK 太久觉得 不习惯 你最后会不会后悔当年 嫁来台湾 留在越南 会不会比现在好 回回是不回回 那个是我们的命 不才回回 现在回回一样 不可以怎么样 现在我是认真赚钱 养小孩子 能力可以看 买一个小小的房子 两个母女可以租 现在一样 房子一样租 一样是租 店面一样要租 我一样负担两边的房租 还有能力可以买一个小小的房子 可以两个母女 该乙该活就可以了 所以继续努力 谢谢欣语 谢谢 谢谢